小朋友開心闖關也不忘認真學習 但這裡不是科學館也不是博物館 一定很難猜到這是宮廟的活動 松山鳳天宮和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合作 舉辦生活發明特展 發明怎麼一回事 配合闖關活動解密發明科學 好不好玩啊 好玩 你有覺得學到什麼東西嗎 學到科學還有發明 既然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我們對於生活周遭的事情 能夠讓我們更加的方便 這些我們希望能夠引起前民的注意 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就會發現到生活周遭處是發明 同時你自己也可以是一個發明家 館長拿出自己的名片做例子 提醒參觀者只要了解發明的特性 生活中處處是創意 就像在鳳天宮內舉辦科學展 乍聽之下雖然有點衝突 不過傳統宮廟與科工館合作也是創意十足 宗教也是利用大家信徒的資金來給我們 但是我們廟裡就是有這個想法 就是辦一些活動 就譬如說科學展 或者是那個故宮的這個展覽來講的話 增加我們地方上 每一個人來到廟裡就知道說 我要去看展覽 或者是去拜拜跟看展覽 小朋友又唱又跳 為莊嚴的廟帶來不少活力 闖關成功才能進入神秘的發明家房間 過年期間不妨到松山奉天宮走走 拜拜祈福之餘 還能逛展覽學發明